你们知道我们的目标 我们是准备工作的 法国总统欧兰德26号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普丁会面 两人面对镜头握手宣示联手打击恐怖组织 而连续几天欧兰德为了反恐外交走透透 他23号先在巴黎会见英国首相卡麦隆 之后闪电访美会晤欧巴马 25号回国又见了德国总理梅克尔 意大利总理伦奇 26号再飞莫斯科拉拢普丁 回国后还要见习近平 等于短短一个礼拜连续会见六国领导人 忙到不可开交 而从他和普丁会谈结果来看 两国都有共识加强打击IS力道 俄罗斯应该不会轻易窝离反和土耳其开战 目前土耳关系持续紧张 土耳其总理艾多根说 极落军机事件后普丁就不接他电话 不过普丁也明说了 他无意对土耳其开战 应该会透过外交和经济手段 报复土耳其 毕竟现在双方优先要对付的 就是主要敌人IS 记者陈嘉玲报道